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听错吧 我成亲那日加起来都聘了也就十余万 小九五十余万 整整比我多了好几倍呀 我们家小九发了 确切的说是小九把东华吃得死死的 对对对 今天在朝堂上 小九还把东华帝君彻彻底底的教训了一顿 我的小徒弟还有多少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师父 那可多着呢 你慢慢问吧 老凤凰你说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天地共主东华子府少阳君吗 当然是他 只是他改变了一下性格而已 但是我不习惯 你不习惯也是正常 你只是习惯了他一项冰冷的性格而已 习惯习惯就好了 十七你不习惯没关系 关键是十八能不能习惯了 师父说的是 私密事情都办好了吗 聘礼可都送去了 帝君都办好了 就等帝君去提亲了 好 你先别告诉九儿如果他问起来 你就说我去参加访会了明白吗 青秋北荒府邸 青秋北荒是凤九的爹爹白衣神的封地 从小凤九就当储君来培养 所以没有怎么来过北荒 北荒府邸里的白衣 看着一大堆的聘礼 可是气愤自己的女儿 被东华帝君伤了又伤 现在他居然赶来送聘礼 真的是气人太甚 真是气人太甚 怎么了 一路过这里就听着你摔东西的声音 有什么烦心事 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女儿 我的女儿怎么了 怎么就不争气了 凤九自小不是说特别优秀 但是也不像你说的那么不争气 到底怎么了 你看看这些是什么 谁的聘礼 九儿的 谁来提亲 谁送的聘礼 东华帝君除了他还有谁 你看看这批里都把我的蝴蝶给堆满了 足足有好几百箱 什么这么多 反正他们的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 胡闹 现在是你那脾气 任性的时候吗 如果那东华帝君真的对咱们的九儿好 嫁给他又何妨 何况他和九儿的爱恨纠葛 咱们两个又不是没有见识过 九儿爱他爱得有多深 想必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 如果你硬拆散他们来九儿能干吗 我的九儿才刚刚大病出狱 你若是因为这件事情把他再给欺病了 我要你好看 妇人之见 妇人之见 你觉得我这是妇人之见 如果九儿那脾气真的倔起来 你觉得你能拗得过他 如果九儿做出个什么过分的事情来 如果九儿有那么个三长两短 你当真不会后悔一辈子 到时候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 好自为之 这件事情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凤九娘拂袖而去 凤九爹看着凤九娘这个模样 真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长长的叹了口气 哎 这该如何是好 那些洞中的婢女 看见东华帝君连忙上前行礼 小心拜见帝君 帝君大驾光临 有失忍赢 无妨 清秋众人可在 除了二殿下和二夫人 其他人都在 那正好 你去通报一下吧 是 那个婢女慌慌张张的进了狐狸洞 何事如此慌张 禀告狐后东华帝君在洞口外求见 快快有请 你们快跟我去接驾 阿娘 你别太着急了 东华帝君在外面等于慧儿 也没什么的 胡闹 他是君 你是臣 怎可如此以下饭上快跟娘去接驾 你娘说的对 帝君亲自降临不可怠慢 帝君 我等姗姗来迟 请帝君恕罪 无妨 今日我侍卫九二而来 帝君请进 今日为何不见二殿下和二夫人 啊 老二在北荒府里待着呢 可否把他叫过来 本君和他有些话要说 当然可以 老四 快跟你二哥说 帝君来了 让他务必来一趟 东华来得够快的呀 哟 难道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娶凤九 如果你娶到了凤九想好 该叫我什么了吗 按照辈分 你应该叫我一声小叔父 这不关你的事 最好上一边待着去 否则我捎光你的十里逃灵 好吧 反正这一声小叔父 你迟早是会叫的 我不在乎这一天两天 话说既然二殿下和二夫人 已经来到了狐狸洞里 爹娘找我们何事 老二 你还不快见过帝君 没看见帝君在你的面前吗 小神是离请帝君勿怪 见过帝君 不知今日帝君突然把我们叫过来 所谓何事啊 本君想跟你们讨论一下九儿的婚期 帝君 今日是来提亲的 帝君小神不妨冒犯一句 你和九儿的婚事我是不会答应的 这件事情你就死了去分心吧 我不同意 白意 别胡闹 在帝君面前不得无礼 快给帝君道歉 老二 快道歉 无妨本君不在意这些 本君只想得到二位的同意 让我娶九儿为我这一生的妻子 帝君说笑了 帝君的帝后之位 我们九儿高攀不起 请帝君另寻他人 我从小就不想让九儿 嫁一个特别有权有势的人 只是想让他能安安稳稳地过一生 帝后的宝座凤九他还不配拥有 上身九儿配做我的帝后 也只有他才能做我的帝后之位 别的人不可能接近我半分 难道帝君忘了当年是何等的伤害了我的九儿 又是谁说他不配做帝后之位的 当年凤九为了帝君的一句话 把自己关在青秋狐狸洞里 整整三万年未出 我们都知道他想忘记你 但是就在他快要忘记你的时候 你又把他拉了回来 小神想不明白 帝君这是要干什么 但是请帝君不要再伤害小你的心了 他的心经不起第二次的伤害 那次再伤害已经让他遍体鳞伤 我不想让他再被你伤得体无完肤 所以你们这张婚事我是不会同意的 坚决不会同意 请帝君另选他人做你的帝后 你是不是疯了 快给帝君道歉 无妨 当年确实本君不对上神教训的事 但是本君答应你 本君这次绝对不会再辜负他 也绝对不会伤害他一分一毫 我保证那次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 也不会有那次的事情再发生一次了 这一次本君要保护好九儿 不让他受到一点伤害 请上神放心的把九儿交给我 帝君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 我就跟你只说了 我不同意你和九儿的婚事 你疯了吗 帝君亲自上门求娶 难道你真的不想让小九嫁给他吗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和小九的那些痛苦经历 就是因为我知道 我才不想要小九受这么大的委屈和痛苦 当年他是怎么样度过的 想必我不说 大家都心知肚明 难道我还要一直看着他 一直错下去吗 所以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同意的 同样的错误不会再犯两次了 你就不怕小九做出什么来 小九当初做的事情 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倔起来 谁都弄不过他 难道你忍心三百年前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吗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